大家好,我是做風箏的Terry 如果你們想輕輕鬆鬆下一個遊艇牌 以及能夠自己駕駛一隻遊艇 出海upgrade你的lifestyle的話 繼續follow我這個視頻 希望藉著這樣的分享 和你們分享多些遊艇的知識 我們出海最重要是安全 其實出海後就算發生什麼情況 最重要是通訊 當然你就會說 香港當然最方便用手提電話 我也同意 但是如果在一個很惡劣的情況下 你的手提電話沒有電 或者你的手提電話是完全濕了水 你沒辦法可以求救 所以我自己認為 在船上裝一部VHF very high frequency的無線電的對講機 對船上的人來說 是更加安全的 起碼我直接叫一部機 就可以直接叫到 周圍的船來幫忙 或者叫到海事處 水徑 他都會聽到我們的求救 如果只有手提電話的話 你要查手提電話 多少號碼 你都不知道什麼號碼 唯一就是打999 所以在船上 這部VHF機 是 一定要有的 以前我們駕遊艇 全上都有這些 VHF的無線電的對講機 但是 很多人都真的不適用 用這些對講機 是需要考牌的 我今天主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部VHF的無線電對講機 是究竟怎樣使用 你們駕船的考牌 是的 你知不知道 操作這部 這樣的無線電對講機 都有牌 在香港的裏面 就需要 下一個這樣的 無線電的牌 這本藍色的 它這裡寫著 就說 是無線電話 資格正算 即是說 如果你操作一部 這樣的 甚高頻無線電話的話 你是需要用 這一本的 資格 而這本的資格 只是香港水域使用 離開了香港 就 用不了 所以 我有兩本 這本是香港水域使用 而這一本 是沒有限制的 所以這本就是 限用無線電話的資格正說 那這本 是我考那麼多個牌的裏面 我相信我唯一一本 是特區 特區的 logo 即是97年之後 我才考的 而這些 是 還是 皇冠頭的 牌照 考取了之後的話 其實你就可以 去操作一部 這樣的無線電話 當然 操作這一部的無線電話 我們需要考個牌 考到這個牌 基本上你都需要 上一個課程 我們就有一個課程 而這個課程 就是 專門為了考這個牌 是去 編寫和設計的 所以 這個課程是怎樣考法的呢 這個課程 再來 這個牌是怎樣考法的呢 這個牌就不是海市處考的 那麼就去哪裏 就是去off card 就是 通訊事務局 那邊考的 而考試的場地 是在湖中大廈的 那麼所以 上完整個課程 你知道怎樣操作這部機 那你就 可以考到這個事的了 我今天就主要不是和你們 分享 這個課程是怎樣的讀法 以及 是怎樣的考試的方法 那我反而 在香港考這些事 是很難 去懂得操作這部機 那俗風者除了 教這個班之外 其實呢 我們都是在通訊事務管理局 那個其中一個是考試的中心 那麼當然 現在考這個事是不需要 來到我們這裏考的了 因為呢 是不需要操作的 純粹是一些理論來的 但是 俗風者除了 可以在香港 考這個事之外呢 我還是教一個 這個是ROYA 無線電的課程 叫做SRC 即是說 Sort Range Certificate 我們可以 頒發一個這樣的證書 上這個課程 你們可以 在網上去上的 上完之後 是需要經過一個 Examinar 去 測試你 究竟懂得操作這部機 跟香港不同 香港只是一個理論 就給你一個牌理 而ROYA就不是了 除了要用Online上的課程之外 你還需要 是要來到我們這裏 我要考考你 是否懂得用這部機 所以 ROYA的課程是比較全面 都有它的原因 所以 既然我已經有兩台機在這裏 無論你考香港 VHF的課程 或者 你想考ROYA的課程 我今天這條片主要來講 想跟大家 示範一下 這兩台機是怎樣用的 這部機 我們一定要懂得 是怎樣 開著這部機 以及 在我們用這部機之前 是怎樣去調教這部機 首先我們 看看Menu 那本Menu 這個鍵是開關鍵 所以我按這個開關鍵 OK 這部機著 這部機著不等於 是可以的 我們還需要調教兩樣東西 第一 我們要調教 它的 大小聲 Volume 即是 你不可以太大聲 多大聲 我們 就要調教另一個鍵 就叫 Scrouch Sql 這個Scrouch是什麼 就叫做噪音的益壓鍵 益壓的噪音 很多時候 人們買了部VHF 都不懂得調教 沒有聲音的 沒有聲音的 其實我們要怎樣調教 要調小 細一點 細一點 細到 剛剛有聲 有聲了 然後教到你 剛剛沒有聲音 調得太多的話 你其實把噪音 抑壓度 是太大的話 周圍有船也好 你都接收不到 他們的對話 所以我們一定要懂得調這個Scrouch 調調調調調調到 有聲 調到有聲音 除此之外 我還要調另一個鍵 就是什麼 調那個Channel channel 20 就是 你可以在這裡調教頻道 也可以調上下 這個上下 也可以在 在這部機的PTT,Push-to-Torque,通常都會有一個按鈕 可以調高調低,我們要知道不同的頻度有不同的功能 所以我先把它調到16,先調到16 這部之後,我還有另一件事想調教的 就是,現在你見到這裡寫著是25W 因為這部VHF,它有兩個功率 一個叫High Power,它能夠發射的功率是25W 25W的,25W 然後我就要調教到,這裡是High和Low 這裡是High和Low,我要調教到是Low Power 一火的,兩個選擇,不是一火,就是25W 那什麼時候用1火? 如果船是近的,就用1火 如果船是軟一點的,就是大家想發射的範圍軟一點的 就用25火 調教完這個之後,我們還需要調教到一樣東西 就叫做DW 什麼叫DW呢?就叫Dual Watch,雙頻鑑停 雙頻鑑停 什麼叫雙頻鑑停呢?就是,如果我以前的機器不是DSC Digital Selective Call 這部是Digital Selective Call 我遲些才告訴你,DSC是怎樣操作 以前,因為我們買了一部機器 我不知道對方的船是在哪個channel 所以,或者說別人要call我的時候 我想別人call到我的話 別人都不知道我是哪個channel 譬如說,舉個例子,我現在在channel8 我在channel8裡面,是做一個通訊 這個就叫做Working Channel,一個工作的頻道 但是,別人不知道我是在channel8 如果別人要找我,很難找到我的 他不能夠逐個電台去試 我可以怎樣做? 我會用DW DW,按了Dual Watch 即是說,雙頻鑑停,又鑑停16,又鑑停是channel8 既然是這樣的,那就容易些了 如果你想找我的話 你就算不知道我是channel8 但是因為我教了雙頻鑑停 所以,別人的機器就可以叫我 舉個例子,現在我有另一台機 這兩台機是互通的 因為這兩台機不是隨便買兩台機回來接駁 它是不行的 這台機,我基本上是因為我要考RYA這個課程 所以,我必須跟RYA買這兩台機過來 既然買了這兩台機 我就示範給你看 好嗎? 穿上一台機 穿了 OK? 然後呢,同樣了 是否會調教兩樣東西 調教那個 這個叫Volume 再調教那個scrouge scrouge 有聲 剛剛調教到沒有聲音 然後呢,再去調教那個channel 如果大家的channel,八家容易 對不對? 那我就可以叫機了 Happy Boating! Happy Boating! This is Cyclone Runner! 每一隻船都有它的船名 我叫這部機,叫做Happy Boating 而這部機,叫做Cycron Runner 它有個Corsi 以及有個MMSi 甚麼是MMSi 我稍後再解釋 好嗎? OK? 所以,如果我不知道這部 的Happy Boating 是在甚麼channel 所以,我唯有可以怎樣做 我就會按去channel16 因為我這部Happy Boating 這部機是channel8 而這個是channel16 我現在用channel16 Cycron Runner這部機 叫channel8這部機 Happy Boati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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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這部機有反應 即是說,我會 雖然它現在是channel8 我現在是channel16 因為這部機是用了Duel Watch的功能 所以它能夠收聽 所以我就會知道 有人叫它了 那就叫機了 Happy Boati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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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s is Cycron Runner, Cycron Runner, Cycron Runner OK? 然後就叫它是 那我就回應了 那這部機呢 這部機 如果我是 這部Happy Boating 那我就回應它了 我要先去channel16 因為它在channel16叫我 我要分channel16 Cycron Runner, this is Happy Boating! Go ahead your message! Over! 兩台機都可以互相叫 所以說 Duel Watch的作用就是 就算這部機是channel8 如果我用了Duel Watch這樣的功能 我這台機 就用channel16先叫它 然後它收聽到了 然後我們再去另一個working channel 所以這個channel16 算它是一個呼叫的頻道 一個叫 calling channel 然後他們收到的時候 我們不如去channel8再聊天 然後大家有一個這樣的 的共識 就是大家調去channel8 再去進行我們那個對話 那這就是這部VHF的機 我們就用一個這樣的安排 就可以呼喚到對方 OK 好了 除此之外 很麻煩 所以你發覺很多人買人 都不太想用 因為太過 好像沒有什麼功能 打電話快一點 無可否認是 但是我就說 如果是一個很惡劣的情況 有一部機 我可以立即按這個鈕 這個鈕 就是channel16 一去16 是不是就可以叫Mayday Mayday Mayday 你就可以發放一個求救的訊號 這個是以前的操作 但是現在這兩部機 都叫做DSC 所以我再示範一下 DSC的功能是怎樣的用法 好嗎 這兩部機 除了我們用dual watch 可以叫對方之外 如果你買這部機 什麼DSC Digital Selective Call 就是你買這部機的時候 你需要登記一個號碼 你需要登記 這部機 你的船名叫做Happy Boating 通訊事務管理局 就會給你一個call sign 這部機的call sign是VRS-8439 而MMSI就是477-991-829 其實就好像我們買一部電話手機 你買一部蘋果也好 Samsung也好 你其實都是用不到的 為什麼用不到 因為你還未拿這個電話號碼 如果你有登記的話 你就已經拿了一個電話號碼 這部機就叫做Happy Boating 有這個電話號碼 而這個就是那個 叫做 Cycle Runner 而這個就是電話號碼 這個就不是你自己作的 是電訊管理局那邊派發給你 如果你本身有一個操作牌 你部機又合法的話 你就可以拿到這樣的號碼 即是說 如果拿到這個號碼之後 我們就可以不需要那麼麻煩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我們知道這部機的電話號碼 我又知道這部機的電話號碼 我可以叫它 怎樣叫 怎樣可以直接呼叫它 首先呢 我們的Menu 在Menu裡面 我會見到一個叫做DSC Call 我們進去看看 進去之後 有一個叫做Individual Call 這個Individual Call 我再進去之後 所以這裡就有 有Happy Boating 還有是Suppet Lava 而我旁邊這部機 就是Happy Boating 所以我就調校到它去Happy Boating 找到Happy Boating之後 我Enter Enter之後 我便會選擇 我在Channel 8 還是選擇第二個Channel 我今次不如選擇Channel 69 我Cycle Runner這部機 我Cycle Runner這部機 我Cycle Runner這部機 就想在Channel 69 叫這個Happy Boating 而我便會在Channel 69 就算這部機 它的Working Channel 是在Channel 8 可能它這部機 在Channel 8 裏面是在做其他通訊 而我這部機 就想呼叫它 想呼叫它 DXC Digital Selective Code 最大的好處就是 我可以知道它 因為它有號碼 所以我會知道它的電話號碼 是多少 它的MMS碼是多少 所以我可以直接呼叫它 所以呼叫它 接著就Enter Enter之後 它便會問你 再問你一次 它叫做 你是不是打電話給Happy Boating 在Channel 69 裏面做這個routine 即是做這個是對話 OK 好了 call它 這部機 call它 原來它這次 就會是響鳴的 有人叫你 誰叫你 Cycron Runner 叫你 叫你去Channel 69 你首先取消鳴鳴 然後 這個裏面有一個叫做 Econology 即是收到了 知道 所以我按這個鈕 收到 接著你可以選擇地 是否去 Able to comply 你會不會回答它 你call我 我就回答你 所以我Enter Enter之後 你便會清楚 你便有一個叫做 Cycron Runner 他叫69 你接不接他的電話 接 接 接著再按這個call 這個按鈕 一按這個call 這部機又有響機了 喂 它聽我的電話 它聽我的電話 我們便會off 是否大家都去了69 既然大家都去了69 的話 我便知道 大家都可以去對話 所以我便可以用這部機 叫它 Happy Boating Happy Boating This is Cycron Runner 我叫完它之後 它便可以叫這部機 這部機 又可以叫回頭 是否 亦可以叫回頭 是否 亦可以叫回頭 Cycron Runner 才可以叫到對方 就像打電話一樣 方便嗎 相當方便 當然這部機 除了叫互相通話之外 它還有另一個按鈕 就是求救 求救 有什麼按鈕 這個按鈕 就是這部機的求救 叫Distress 怎樣用 我們要揭開這一顆 揭開這一顆 有個蓋子 給你看一下 它這裏是有個蓋子的 揭開你的蓋子 然後把裏面的按鈕 按住它三秒 好了 就可以了 你已經叫了求救 因為我都沒有時間去叫 當它按住這顆按鈕 三秒之後 這部機就會響機 它會告訴你 我有一隻叫做Happy Boating 它便會叫求救 好 好 好 除了 然後這兩部機 就會在Channel16內 便能夠對話 當然 怎樣去叫求救 我不想在這段片裏 再說 可能我遲些 再有機會 再拍片和大家 分享怎樣叫求救 好嗎 今次這條片 我純粹想告訴你 怎樣用這個叫做Dillwatch 怎樣用這個叫做DSE 互相的通訊 以及怎樣用這個Distress 這個按鈕 今天我這段片 主要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部VHF的機 是有什麼功能 它最基本的操作是怎樣 我希望我遲些再拍多些片 是怎樣用這個VHF 讓大家坐在玩船的時候 玩得更加安全 如果你們訂閱我這個Channel 再按下Youtube的按鈕 以後有新片 你們就可以馬上收睇到我的分享 OK 它會定時 就會再響鈕 告訴你 叫求救 每五分鐘 就要再響多一次鈕 OK 好 今天就到此為止 他都叫求救 好嗎 今天就到此為止 拜拜